OK,孙先生,那我们可以总结今天上课的内容,好吧? 嗯 那今天呢,我们首先复习一下铁杆和皮球的动作,对吧? 对 然后呢,打铁杆皮球跟稳定以后呢,我们试试到达达达达达达达那个五十六十毛的助理 就是用我们的那个皮杆,对吧? 好,然后呢,后来呢,我们那个用了七号铁,就是第一次用七号铁,没有成功,有的时候大概总值率大概一百毛左右 那今天那个上课的内容呢,大部分的是那个复习相解课的内容,就是身体的旋转,还有松感的位置 那松感的位置就是牛口,皮带口,还有右膝盖都需要瞄准你的目标 而且呢,你的右手腕也需要用角度,对吧? 嗯 那还有一件事呢,就是在你的那个窝杆,我说了,希望你的坐大拇指有一点点压力,就是右手掌给你的坐大拇指有点压力 对,因为我看到了有的时候在伤感定点,呃,你的两个手打开,嗯 那打开呢,可能影响你机车点,影响你那个打的甜蜜点,嗯 嗯,所以希望这个位置有一点那个压力,我让你看那个我有一个图片,这个图片你看那个黄色的那个垫是在那个左大拇指的那个位置 对,好吧,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伤感定点,你两个手没有,没有打开 嗯 对吧 对 对 这个很不错的 那,铁杆劈球动作呢,我跟你说,希望你的握杆是稍微放松的,不要太近,对吧? 呃,你说,哎,如果跟放松的话呢,你也可以打得比较好的吧? 对,铁杆也是一样,不要太近的,但是需要感觉一点点压力在做打拇指 好吧,那上一块呢,就是那个,希望在准备动作,大概在你的那个下巴,你的下巴下,应该是你两个手,这个很不错了 嗯,对,因为今天开始的时候呢,你对球的距离有点太远了,所以我跟你说,应该是稍微近一点点,对吧? 对,所以两个手是在下巴下,对 那动作呢,我可以看你的动作,是非常的标准,身体旋转,然后呢,你盖面是非常的那个直,打得非常的甜一点,在盖面的中间,这个非常的标准 嗯 然后呢,我们可以看你球的旋转,球的旋转是,趋势方向是直,球的旋转是稍微往左一点点,这个是非常的标准 嗯,然后呢,在这个位置呢,可以看你的干面吗?哦,对,在这个位置呢,你可以看你的干头,现在你的干头是大概90度,嗯,对吧? 那如果是90度的话呢,我觉得你可以打得比较直,那如果干面是稍微这个角度,这个是右边的,球的方向也是右边 嗯,干面稍微左边,球的方向也是左边,对 所以,如果你想打得比较直的话呢,也可以去那个松干干面的角度,好吧? 所以今天呢,呃,没有很新的内容,但是呢,我觉得我们有进步,有动作提高了,对 希望你可以练习多,然后呢,我们可以继续继续学,你今天学了七号铁 下次有成功呢,我们可以加速,用七号铁加速,对,检查一下助理是多少,好吧? 谢谢大家